我现在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同样感谢谭德赛总干事 吉拉尼主任刚才所做的通报 此轮巴尼冲突已经持续了35天 形势还在继续恶化之中 当包括四千多名儿童在内的上万人被夺去生命 当一百六十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当两百三十万人持续被切断水 电 燃油 食品 药品供应 当医院 学校 难民营 联合国设施频频成为袭击目标 这已不仅仅是一场人道危机 更是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说的人性危机 今天上午我以安理会论职主席的身份 会见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 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代表 从他们的谈话中 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伤痛 感受到他们对恢复和平的期盼 感受到他们对安理会采取确实行动的期待 面对这一切 全世界必须共同大声疾呼 该打住了 面对这一切 安理会必须排除各别国家的阻挠干扰 立即采取负责任 有意义的行动 坚守正义 维护和平 停火止战 刻不容缓 停火绝不是一个外交辞令 而是加沙民众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们呼吁各方 特别是对当时方有独特影响的大国 摒弃一切地缘政治考虑和双重标准 将一切努力汇聚到停火止战 这一目标上来 我们敦促以色列 遏制约旦河西安愈演愈烈的定居点暴力 避免热点共振 冲突蔓延 保护平民刻不容缓 我们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对在加沙发生的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敦促停止针对平民的集体惩罚 我们要求保障被扣押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人道需求 呼吁开展外交努力 推动相关人员尽早获释 拯救生命刻不容缓 有1300多名儿童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支持安理会就此采取紧急行动 推动实现连续数日的停战 立即开辟绿色通道 让专业机构和设备进入加沙开展搜救 尽最大努力拯救儿童 安理会还应该响应谭德塞总干事和拉萨里尼主任专员的共同呼吁 推动建立医疗后送机制 让加沙的孕妇和重伤重病人员得到及时转移和救治 恢复物资供应刻不容缓 我们呼吁以色列立即解除封锁 全面取消生存物资供应限制 特别是允许对人道 医疗机构及民生设施的燃油输送 过去两周 只有500多辆卡车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加沙 这对在生命边缘挣扎的加沙民众只是悲随车心 所有通向加沙的口岸都应当用起来 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应当尽快开放 各位同事 这些天我们还频频听到关于加沙未来的讨论 关于这一点必须明确 关于加沙的任何安排 都不能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 针对当前局势的任何解决办法 都不能背离两个方案 巴勒斯坦的未来 必须也只能由巴勒斯坦人民自己决定 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早日平息加沙战火 缓解加沙人道危机 实现巴以和平共处 实现中东长治久安 做出不懈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